这去趟小棉花家怎么奇怪呢 棉花 你家这净化器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 玉途大神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们住在一起是同事吗 不是 我们俩大学同学 我刚辞职 房子正好到期了 我也退了 来她这儿过渡一段时间 像我们这年纪单身狗的同学啊 也是不多了 小棉花 今天你看见你这玉途大神 有没有觉得有点惊喜啊 是不是不仅游戏打得好 人也长得特别帅啊 还可以吧 什么玩意儿 这长相只是还可以 小棉花你眼光太高了 哎 你抢我人头 跟谁学的 看职业比赛呢 嗯 什么时候开始是感兴趣的 大概就是 忽然有兴趣 哎 那小棉花 长得漂亮漂亮 但是你 虽然说人多密集带我往多久 警察也没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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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棉花 说你这长相 也就还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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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哲同志 请勿大扰 看吧 我去睡了啊 哎 把门关上 出去 把门关上 晚安 你信任我 你是我同学吗 我 你是我 大学 怎么 想 我 你 我 你 的 他 我 你 你 我 好 才两点多 地铁没了 要转车 明天你让司机接于途吧 这么做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好 对了 好像忘记下于途微信了 你车回来什么呀 要让我做啥呀 半夜喂它吗 让你带双份早饭 等等 你早上不用过来 兔神 帮我带个早饭 随便买一点 谢谢 请进 把拖鞋在你后面 这么多我们能吃得掉吗 我已经吃过了 这都是给我买的 他们好像都为了什么误解 不知道你要吃什么 所以都买了点 那我们就当午餐吃吧 我就不让小猪送午餐了 对了 那个 就 因为我不太方便出去嘛 所以以后午餐和晚餐 就由小猪送到这里来 你觉得可以吗 晚餐 嗯 所以我的工作结束时间是 嗯 晚上九点 你手不疼就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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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吃好了 你还带了电脑过来 之前是谁在教你 我经纪人的老公 在文杰和孙碧 就是他教的 他说我打辅助 会更好一点 但是我跟你们 在一起玩了之后 我觉得我打王昭君 会更顺手一些 你有没有看过职业竞赛 那先看两场 你有什么感觉 果然还要教心得体会 他们死得更少一些 不像我们打架 打几十个人头 他们对自己的伤害量 都很了解 能不能打 打得划不划算 不会轻易地开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洛神战队的有余 第一局打张飞的那个 我刚才听解说 好几次都提到他 最后有过团 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还拿这一局的MVP 所以辅助的位置 其实非常重要 有时候 甚至是一个团队的指挥 那之前阿国哥 就是我经纪人的老公 他说辅助可能更好打 看来是不太对的 我看您已经是 黄金段位了 自己打了吗 我还拿了好几个MVP呢 你用我的号 盘味试试 都会充满 继续 你之前打黄金打得很好 但是打钻石就很吃力 你要参加的比赛 还有职业选手 难度只会比现在更大 我之前不知道 你要面对的情况 所以觉得你打好 王昭君就可以了 可事实上 这远远不够 应付你要面对的情况 那 我现在怎么办啊 剩下还有一个月 你依靠自己 达到最强王者 我觉得我可以 那我现在就开始排位吗 不 我们一位一实战 昨天回家后 我看了一下职业赛 对当前游戏版本 做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 我们先把所有英雄 通过一位一实战练习一遍 通过实战 你要熟悉每个英雄的技能 伤害量 到时候冷却时间 以及一些操作细节 每个英雄 王者荣耀都有一百多个英雄吧 所以并不多 虞计是当今版本提议射手 操作比较简单 它的特点在于二技能 免于物理攻击的同时有加 所以 不怕物理吸刺客 冬皇太一 这个辅助比较适合你 但是你出名的技能加错了 应该先加一技能 你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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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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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看 准备下 晏小乔 金金 我来给你们送晚饭了 今天顺不顺利 不要问我这种很大回答的问题 有没有肉啊 我想吃肉 有白水鸡箱 我想吃红烧的 没准备你的 只有余老师 咱们到晚上都不吃肉 乖 等余老师走了 我再来收拾 我就先不进去了 你好好学习 乖 我来吃肉 你来说 你回来 你在哪里 都不不 我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不是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你回来 你要不要拿走鞋 不用了 你吃吧 你这几天又胖了点 有个地方很不公平啊 你看啊 我等级还不够 我还没到三十几 名文还没满 你的比我多 我当然是打不过你 我没几个没完 这样也能秀啊 段位低 哦 这样 打了一天 你看出我适合哪一位英雄了吗 再打两天吧 你倒不如直接说 再为您这两天多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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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死了 不打了两天了 就不能让我赢一回吗 不是这样的一样 不是这样的一样 那你要求有点高 你看我的战绩 你看我的战绩 那你只能去打别人了 小英只能打别人 这 虽然是事实 但是你也自量得太明显了吧 跟别人说吗 我能打定别人吗 打不过 把手机给我 那我去了 啊 这么容易就赢了 继续 快 现在还能赢吗 你嫌妻死了她多次 经济和装备都比她差 这时候不要硬伤 走为小儿团 注意清理兵线 不要让兵线尽打 爬头 想不通比赛角力吗 把你变化似的回礼 哇 差距这么大多能反杀 你开头是吗 我的 之前跟你说过 鱼姬的二技能 可以免疫一切物理伤害 但你使用的时机 还没有掌握好 这样 不用赐格 你用鱼姬 我们继续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辛苦余老师再见 来 我在楼下看到余老师走了 赶紧上来 你们今天结束了这么晚啊 怎么都收拾了 你没跟你说老师说 我会来收拾吗 那当然不能说了 不然不就报道 我平时不做家务了吗 那是得装一下 今天练得顺利吗 别怕不仅教我数学 还帮我打 做作业 做作业 经过了一卫一 你应该对王者所有的英雄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开始三为三 但我会在你对面 你怎么能保证 赚场能匹配得到啊 游戏里有开房间功能 我们可以各大两个电脑 勤勤对战 我拉你了 你已经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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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杀了 你被杀了 我休息一下 你看 我们都带着电脑兄弟一个上午就要半个下午了 我们不开房间了行吗 可以 那我们还是组队打别人去吧 我允许你在野区打罐不参团 我去给你倒水 开始吧 我组队了 不休息了 不休息了 休息什么 你不停啊 赶紧赢一下 我都快被你六代哭了 我都快被你六代哭了 欢迎来到王者 你已经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你怎么又加费要去打野吗 抢你的钱 学得不错 经济非常重要 但是要注意能不能抢 不要让队友怀疑不起来 团战了 队友撑不住了 你怎么忽然不动了 正好团战电话 你不接吗 等完 兵线 进塔了 我的塔 我打个电话 我出去一趟 你好和脸 夏青也在上海工作吗 应该还在北京吧 应该啊 虽然说是应该